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這是甚麼? 這是恐龍第一時代的阿樂 這是玩著老朋友的阿樂 算了,還是讓我帶你看看美的東西,盡修一下吧 皮絲動畫展在2011年已經展出過 那它和這次有甚麼分別? 找救兵 2011年的展覽主要是從藝術和技術的層面 去看動畫電影的製作過程 這次的展覽主要是以親情和友情 作為一個切入點 讓觀眾去了解皮絲動畫背後的藝術創作 和故事構思這兩件事 五年之間一共推出四部新的電影 包括有勇敢傳說之幻險森林 玩著老朋友、怪獸大行和恐龍大時代 這次展覽新的展品 主要是來自剛才所說的幾套最近上畫 和將會上映的玩著極樂園電影裡的藝術作品 再理館長說這次的展品多達三百件 手稿還有圓筆、麥瑞筆和塑膠硬料等等 它的線條畫得很清楚 非常好 比較特別的展品 我覺得是玩著老朋友的一組展品 你會看到一些角色設計的手稿 情緒、性格和記憶 其實是一些很抽象、很虛無飄渺的東西 但皮斯的創作團隊 用一個很有趣和很有創意的方法 把這些那麼虛無的東西具體化 人生旅途上偶爾會遇到一些難關 希望大家都明白到 身邊總會有家人和朋友 和你們攜手同行為大家加油 所以家加油這個展覽名 其實就是想帶出這個訊息 這裡真的很棒 我想看久一點 放心吧 這個展覽遊跡日起 展出到明年三月頭 大人、小孩都合看的 快點來吧